好我们再关注是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在昨天晚间里出了PO文 认为说韩国瑜一方面找江启臣当副院长 但另外一方面又说 如果说民众党愿意合作 江启臣会领让 台湾民众党不会成为国民党的内斗工具 而这番话呢 似乎也代表着这国会蓝白盒的可能性 已经越来越小 另一方面传出来 韩国瑜是在国民党高层建议之下 同意韩江沛 没想到事后这党中央却说了 只支持院长的部分 19号晚间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在脸书发文认为立法院正副院长 怎么配各种排列组合都有 但很好奇除了政治人物 一般民众会有感吗 紧接着话风一转重炮出击 认为韩国瑜一方面找江启臣当副院长 说要双进双出 另一方面又向民众党喊话说 要是合作江启臣会礼让 台湾民众党不会成为国民党的内斗工具 立法院长选举蓝白党团的合作空间 似乎变得越来越小 我们还是希望蓝绿两大党 可以先具体的恢复 对于国会改革诉求的一个决心 而不是让外界认为 好像只是在争夺权威而已 变成绿与白合作 又出现了是民进党可以掌控的话 请问这是不是违反民意呢 蓝英立委在向民众党喊话 希望合作 只不过现在就连蓝内部都传出不合 据了解韩国瑜是在国民党高层建议下 才同意韩江沛 没想到事后党中央却说只支持院长部分 副手不排除 考虑其他有意角逐的立委 我跟韩国瑜院长 我们都是每一天保持密切的联系 韩江沛会全力以赴 我也相信 最后大家都会团结一致 韩中韩江沛会全力以赴 朱立伦这是赞同由江启臣 竞选立法院副院长吗 但先前党中央一直保持不沾锅态度 让韩国瑜不得已自行出售 前一天大动作邀请部分党籍立委 或当选人参序 要确保二月一号能票票入轨 如果是韩国瑜跟江启臣 尤其江启臣当副院长 这么优秀 党也有这样的一个方向 就把它明确化吧 就连侯友宜都呼吁党中央态度要明确 2024大选朱立伦提出的部分区立委名单 就是主打要让韩国瑜当立法院长 选后一周院长定案 副院长却成了焦点话题 接下来海上网易的SNG小组 新北苗栗太坊报道 旧居党